大家好我是酷琦 今天带大家快速了解一下 目前的交换所 同时进行的两个活动 圣诞节和刚好合作的角色 到现在有没有交换的必要性 那是不是有需要呢 当然是要看大家包包的状况 以及周日的身放送后 还有什么样的新合作角色出来而定 所以呢我们假定 在现环境下 有没有需要特别换出来 这次先来说圣诞活动的角色 那因为之前介绍过了 所以就不特别花时间 我们就讲重点 首先是弹龙 本体啊说强是真的很强啦 目前最好搭配的就是光是神 想要玩的玩家大致上 队伍需要有黄龙、勇者 这类型的无效盾贯穿角色 那如果不想用技能的话 可能就需要用到管龙 这种强力的贯穿角色 不过比起队长啊 其实弹龙的队员性能 我觉得是比较突出的 有SB、有打手、有无效解除 算是蛮全面的 现况啊 短CD的全解除技能 是本体的状态比较少 多半都是装备 缺少这类型的玩家 像是米老鼠等等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换出来的 当然也是要考量一下代币的数量 我的话是觉得不需要啦 要换的话也可能是因为可爱吧 装备呢目前对付李魔狼还蛮万用的 既能开场可以抽SB 又可以应付Orga的关卡 搭载在矫正身上呢 有防榜、加SB 不过说到有没有一定要吗 这倒也是还好 我认为没有延迟装备的玩家 是可以认真考虑换的哦 像是火侦探啊或是黑魔导卡等等 再来是圣诞光魔女 我自己本身没有 看那个所持数就知道了 虽然很重要 但老实说啊 到现在除了速刷稍微烦恼外 其他也还好 角色上舊后变成4SB 速刷性能又更大了 外加技能又是洗版加2SB 队员的二技比较容易存到 说实话啦 没有速刷需求 我觉得不用特别换 毕竟一般的攻略、队长、队员 也没有人在用了 算是比较偏中高首相的玩家 如果需要换的话 我会建议 直接凑两只 煮起来会比较方便 装备有两个封印耐性 两个火纹牌 是不是能够搭载在 现在主流的炭炭 火势神身上呢 这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啊 只是类似的觉醒装备 不是没有 加上这个装备又这么贵 除非是不小心抽歪 多了几只魔女 我觉得才有必要换成装备 从周回性能来看的话 角色算是很优秀 双队长一combo变成7combo 放复数的OC里斯 也变成系统队伍 缺点当然是完全没有回复力 因此现况是用不到 但未来有合适的队长就不一定了 觉醒是L字 7combo的攻击项 输出超级高 但也是目前没有特别能出场的机会 打手含贯穿的代替品很多 虽然技能有觉醒无效解除 没有竞销这一点让我一直很在意 我觉得是不用特别换的 一直都在做板蛋的角色 没有新进化没有特别调整 那硬要说的话 就是超觉醒多了一个10combo强化 火力是很突出啦 但技能太落后时代了 可以当做是一个漂亮的代币 这一个就要特别说了 从觉醒面和技能面来看的话 可以当做是type不同的迷豆子 新的火combo强化实际用起来感觉还不错 特别是搭配火势神的时候 超觉醒还有追打 可以不用靠装备 那唯一插打就是完全没有输出性能 尽管超觉醒还有一个combo强化 老实说也用不大道 选择追打会比较实际 技能可以全解除5回合 回合数不高 但很堪用 了解关卡的前提下 也不需要到全解除的程度 CD又短 算是便利性很高的角色 没有豆子 没有鲸鱼 或是弹龙代币不够 我认为是可以认真考虑换出来的一丝角色 毕竟这几天玩下来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像我自己就实际使用过后 才觉得可以推荐 很可爱而已 也不大会用到 虽然能够称队伍HP的血量啦 但CD数为重 火光两色目前喔 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入的选项耶 贯穿伤害也没有特别高 可以考虑当成代币用掉 优格 没有进化 觉醒也没有特别调整 技能的CD数重 也不含解尽销 可以当作代币使用 罗米亚就比较有趣了 是一只寒超爵有6SB的角色 自带追打 L字 其实便利性很大 现在就等有更强大的木属性变身角色出来 罗米亚就能够出场了 技能是不泛用的四色阵 开歪的机会非常非常大 也或许是因为这样啦 才有四回合的木掉落增加 实际上现在阵型 不含解锁 我都觉得有点可惜 所以蛮有可能 角色只会继承2G使用也说不定 但也特别说一下 角色的血量啊超高 突破后加有加值 HP给到8600 算是另类的血牛角色 现在不需要换 可以等之后的情报再来判定 有没有缺这种多SB追打的角色 最后来说一下两个礼包角色 有没有需要 我们先来查一下 欧西里斯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欧西里斯 超权性防云防风条7combo 要打手有打手的性能 要辅助有4SB加耐性 我觉得很不错 技能CD数短 可以紧手指 也可以继承延迟或加速 帮队伍撑SB 唯一比较可惜的是啊 角色的攻击偏高 带HP低了一点 有没有需要买吗 我个人其实有一点推荐 虽然目前还用不到 除了性能未来性高之外 还附带一个可爱的Sight Skin 照理说啦我应该是要大力推荐才对 另外一个是ウリエル 这一支啊有一点像是圣诞魔女的评价 有需要的话可能就要一次来复述 一支使用的机会几乎没有 最少要两支 上修后只多了一个SB蛮少的 不过自身的火强化没有改 可以帮队伍增添可观的火力来源 有抽外一支的玩家可以考虑买 有没有需要跨地区买吗 我倒觉得还好 coco可以省下来 留待接下来的正月活动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圣诞角色 像我本身就是不属于那种抽好抽满的玩家 除非是特别想要介绍的角色 才会换出来玩一下 大致上啊都是有实际使用过后 才比较敢说需求怎么样 那我来稍微统整一下 所有的推荐角色 弹龙是代币很够的话可以换 反正本体用不到 装备也很实际 而且啊又那么可爱 可以带回家甜甜 圣诞魔女 性能很强但也仅限于周回而已 完全没有的玩家不是说非常必要 但到现在都还没有的老玩家 我觉得可以换 像我就是想换又换不出来的人 还有Glamourly 性能很好搭配在火势神身上很适合 不过老实说啊性能的被取代性有一点大耶 现况看起来不错 但不确定会不会马上被换掉 有在使用火势神的玩家可以考虑 交换锁的最后是Romia SP多技能弱 考虑到血超高这一点我觉得是蛮划算的 换出来的需求有一点低 可以等结束的最后一天 有新情报再来考虑 没有的话就算了 希望这次的影片可以给不知道怎么换的玩家 一些小参考 那今天的影片在这边告个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